新时代新希望 聚焦热点 新时代新闻 大家好 我是钱多多 今天是2024年8月15日 欢迎收看新时代新闻财经周报 中共的噩梦 川普回归白宫 贸易战第二轮开打 美制裁无用 中共国不当管道获取AI晶片 中共一带一路 前途在哪 印尼亚万高铁亏报了 经济学家报中国经济二大转折 若不做两件事 很多公司会破产 接着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的噩梦 川普若回归白宫 贸易战第二轮开打 川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中共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受到冲击 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元气 如果今年11月 川普再次入主白宫 中美第二轮贸易战将会激烈得多 据风传媒报道 川普已表示 如果他赢得今年的总统选举 将把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60%或更高 这样的话 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害将比川普第一个任期严重得多 因为这次关税更高 而中国经济也更为脆弱 中美贸易战始于2018年 当时川普对价值3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至高25%的关税 这些商品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洗衣机 钢铁合铝 占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65% 中国则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作为回击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那场贸易战中损失更大 但这种影响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疫情期间 由于西方居家隔离的消费者大量购买消费电子产品和其他家具用品 中国出口强劲反弹 此后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价格低廉的帮助下 中国出口商找到了新市场 在中国对欧盟和东南亚出口的推动下 6月份中国商品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近1000亿美元 百达资产管理Pictet Asset Management首席经济学家Patrick Swaffer估计 如果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当选美国总统 并继续奉行拜登、拜登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关税政策 中国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会因此减少0.03个百分点 如果像川普提议的那样 美国将所有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60% 那么中国经济受到的打击要大得多 成长率降幅可能达到1.4个百分点 根据Zwifo的预测 这将使中国2025年的经济成长率 从预期的4.8%降至3.4%左右 瑞银、UBS估计 如果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 将在开征后的12个月内 使中国GDP成长减少约2.5个百分点 但如果中国采取应对措施 GDP增幅可能只会减少1.5个百分点 美制裁无用 中共国不当管道获取AI晶片 中共国层出不穷的幌子公司和蚂蚁搬家式的走私活动 恐已让其获得足以让共军训练军事人工智慧 AI需求的晶片 让外界对美国的对中国晶片禁令效力产生质疑 美国新闻网站The Information 8月12日一篇报道指出 中共国一家电器企业从马来西亚的一家中间商 以1.2亿美元购买数百台 共包含约2400块这款高阶晶片的伺服器 报道表示 中间商帮助中共国买家在马来西亚设立幌子公司 以此隐藏买家的实际中共国身份 纽约时报则报道 包括中国中科院附设院校 广东中山大学在内的许多中国科研机构 已经在使用辉达、超微、AMD的晶片和其他美国技术 用于研发核武、鱼雷、影像侦察等军事研究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非盈利组织高级国防研究中心C4S合作整理的研究显示 十多个与中共国政府有关的实体 已经透过幌子公司等途径买到了被美国管制的晶片 而其中一些实体与中共军方有关联 报道更指出 有深圳电子产品商家协助中国买家买到了数百 甚至数千枚被禁运的高阶晶片 其中包括H100晶片和同样被禁止对中国实体销售的A100晶片 另据《华尔街日报》7月报道 中国透过招募留学人员的方式从海外带货 以每片100美元为酬劳 以买以搬家的方式 让被禁晶片不断流入中国 中共一带一路前途在哪 印尼亚万高铁亏爆了 中国与印尼合作耗资73亿美元 约新台币2356亿兴建印尼高速铁路 也称亚万高铁 是中国一带一路指标工程之一 今年4家印尼国企合计出现3.53兆印尼顿 约新台币72亿元的亏损 若加上中共的亏损 亚万高铁上半年的实际总亏损将远高于此金额 综合报道 亚万高铁的印尼出资方为Pillar Synergy B1M Indonesia PSBI 由印尼国家铁路公司Kai 印尼国营建筑公司Wijaya Carrier 收费公路公司Josa Market 及种植商PTPM8等4家印尼国企出资组成 PSBI上半年合计出现3.53兆印尼顿 约新台币72亿元的亏损 根据持有51.37%股份的 Kai日前发布的最新财务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因为经营亚万高铁 产生1.81兆印尼顿约新台币37亿元的亏损 其余损失由其他三家印尼国企承担 报道提到 亚万高铁是PSBI与中国国企财团联合组建的印中高铁公司KCIC 负责承建及营运 其中PSBI代表印尼方拥有KCIC的六成股份 报道指出 若加上中共的亏损 亚万高铁上半年的实际总亏损 将远高于印尼方发布的金额 报道指出 Kai上半年已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偿还915亿印尼顿约新台币1.8亿元的利息 该公司先前获得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价值7.28兆印尼顿 约新台币150亿元的美元 和人民币贷款 用来弥补亚万高铁超支的成本 贷款期限达45年 经济学家报中国经济二大转折 若不做两件事 很多公司会破产 中国经济陷入低迷状态 房地产如今更已迈入泡沫化 中国经济学家毛振华 对此更直言大型房地产公司的时代已结束 并呼吁政府应限制新建案的供应 以避免市场过剩 因房地产业未来已不会是支撑中国经济的主要产业 甚至还反过来会拖垮中国经济 港媒《南华早报》日前刊出中国经济学家毛振华的专访 他也是最早示警中国房地产价格面临潜在压力的人之一 毛振华认为 房地产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之一 因过去的中国社会抱持着房地产是投资重点 每个成年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房子的想法 导致房产价格不断上涨 毛振华呼吁中共国监管机构应进行更多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的不足 恒大面临破产的惨况可能很快就会蔓延到其他房地产公司 甚至预测中国政府还要一年后才会调整相关政策 但到了那时候 许多房地产公司已濒临破产 毛振华直言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获得的土地数量是各天文数字 若卖给开发商的土地按照原本的计划开发 中国市场是否有这么大的需求 也颇值得怀疑 毛振华认为中国人的家庭债务问题十分严重 报导指出 在2000年至2022年间 中国家庭平均消费率仅占GDP的38%左右 低于全球平均的57.6% 相比之下 美国的比例约为67.5% 几乎所有中国家庭增加的债务 都是来自购买房地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